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棚啊 是个双层棚啊 你看啊 里面这层棚是一个 加油棉被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棚以前 听说是上一任农场主 在这个棚里面是种草莓的 你看一下做一个无土栽培 无土栽培的草莓 留有痕迹啊 听说是一个大棚在这搞的 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 赔钱了以后就撤走了 这个大棚的改造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还继续 种草莓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一个 种植架啊还是完好无损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唯一美容不足的就是什么情况呢 它这个种植槽啊 二十十 种植槽宽度三十公分 实际上如果种草莓的情况下 种植槽宽度呢可以缩键到二十到二十五公分 然后再两行 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可以降低 这个机制的使用量 因为毕竟无土栽培机制的费用呢 还是占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头了啊 另外呢就是这个 航局呢 稍微有一点稀了 就造成的每母类你定值的出处啊 会降低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航局 稍微有一点宽 准备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大家看完手啊 这个地方再给它焊一个稍微低一点的架子啊 衣服在这个架子上面 然后再做一排啊 种当行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把这个大棚的面积充分利用了 像这个大棚的话 粗略苦略一下 如果按照我这种设想的话 这个棚定值到一万三千株左右 问题不大啊 目前的话估计也就是七千株 不行不行 这里面是不能呆了 这蚊子太多了 我整个腿上全爬完蚊子了 基本上这个棚看了以后 改造这块 利用这一个多月时间吧 今天是六月底了 啊去一个月时间到八月底定值啊 这一个多月时间改造问题不大